通過今天的這個總結課程 然後就是可以知道一些課程的編排有力 然後就是把一些過去一些前緣的智慧 然後再透過新的思維帶到 就做一些修正之後帶到更好的未來去 可是我常請問老師說 我現在的社會跟老師之前的預測有沒有一樣 或者是有沒有拿提示 就是預測有沒有不相同 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2010年跟我在1980年的時候想一不一樣 很坦白地說我在1980年的時候不會想這個事 沒有這樣想 這樣你滿意了吧 謝謝 這一點聽了老師的課 真的是覺得收穫豐富 那我剛才一直在想說 愛因斯坦那一段話 或者是老師解釋什麼叫做設計能力那一段 我 有一點個人心得 就是 其實 彈是彈設計 但是 人生也是一樣需要設計 那 我 印象非常清楚的就是 愛因斯坦說 變小就要天才的可能容器 那 人生中 也是需要常常帶回去 才有辦法去做 被主流 因為主流不限的主流 然後 我跟一下剛才講 很多你看到的表象工具 就是 那這個 那 什麼叫設計能力 就是 現況跟期望之間 有個帳 那 當然 當你在做人生抉擇的時候 你也會收集這個帳 不像拉鋸 所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學期 有看力 道德經濟 的 一些啟發 我覺得說 呃 我想要順便 回應一下 人文跟文化 跟 其實 好像 像這種問題 然後 用在人身上 比較屬於 用哲學進入去思考 都會 牽涉到一個自然 然後 那 我本來是想要講道德 但是 好像是不需要 就是 他 會回歸到 回歸到 我剛才 想要講 就是說 如何做 就是 時間哲學 或者是 道德時間 那 你要在當中 然後去 知道之後 然後去 去 提到證 然後 之類的 然後就是 在這個過程中 才有辦法去 也只有 在 這個 處境之下 才有辦法去做 這件事情 我的想法 很好 你剛剛談到 有一個段落 你沒有 很 很 深入地去談 不過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自然 你談到自然 那為什麼人 或者是老子 談到最後 他都用自然去做比擬 其實自然 我們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們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這一期的news week 有一篇文章 那 他談到 未來的設計 有許許多多的 重要的發展 一定是來自於 人對自然的 這個 觀察跟模仿 那 跟各位同學 分享的 就是說 他在裡面舉幾個例子 他說 人 要去生產一條鋼絲 我們要用的是鐵礦 然後用很高溫的火 然後去鍛鍊 所以就是加熱 然後去斷 斷那個鋼 然後讓它變成強壯 然後去拉它變成是一個 一個這個生產的過程 他說 可是蜘蛛在土絲 做成蜘蛛絲的時候 他沒有開工廠 他甚至沒有用能源 他什麼都沒有 他只用他的蛋白質 然後他做出來的蜘蛛絲 如果用同樣的細的細絲 跟我們的鋼絲 這樣子把它拿起來比的時候 蜘蛛絲的強度 贏過我們的鋼絲 所以我們有一點點丟臉 就是 怎麼搞了那麼大的武器 生出來的東西 還是輸給一個 那比如說 這個蜂殼裡面的珍珠 它硬度贏過我們的磁磚 我們要生產磁磚 也要高溫去燒 什麼東西都要高溫 但是他沒有 然後我們生產東西 不管生產鋼 生產磁磚 都有很多的廢料 然後他生產蜘蛛 跟生產蜘蛛絲 是沒有廢料的 所以這一些概念 其實如果我們 各位同學都可以把它記在心裡 那我們 我們當然不是不一定做得到 我們根本現在就做不到 但是我們才會朝著那個方向 就像剛剛那位同學問我說 那你什麼時候要開始 不要拿那些塑膠瓶的水 一樣 一樣 就是它是一個提醒 那那個提醒就會讓你講說 我是不是應該設法人家 要給我這東西都躲掉 還是怎樣 所以類似那樣子的一個 我覺得是很好 自然 上這幾堂課 我是覺得說 是想法會開始有不一樣的感 就是會有不一樣的感官出現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最近很多議題 其實都在討論說回歸自然這件事情 然後也覺得非常重要啊 就是開始要從生活 或者是說你未來想要做的事情 從細節上開始慢慢去改變這樣子 很好 謝謝 我想要問我是一個問題 請說 因為我是即將要畢業的大師生 然後我就會在想說 如果我們不是創意相關的學院 然後我們剛出社會 如果也沒有那麼多資源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或是說做什麼 可以讓我們覺得說 我是有在跟這個世界結婚 然後也在為這個世界禁畢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還剛年輕出去 可能雖然有很多想法 但是事實上它可能在做法上面 沒辦法實際達成的那個力量是很多 所以說不知道該怎麼做 可以那個 可以像老師那個 課堂上講的那些 帶給我們的想法一樣 就是去把它實行 妳學什麼 中文 中文 那是很好的工具啊 對啊 但是很難使用 為什麼 因為有點虛無飄渺啊 就是範圍很大 就是沒有一個很實際的方向 可以告訴你你要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學它的收穫很多 跟很多細菇一樣是 尤其是它帶給你的思考方式 和那個 就是帶給你的思考方式是影響很多的 雖然沒有告訴你實際說要做什麼東西 但是那些思考方式實際是 對你一生都很羞憂 但是如果就現實面來說 就比較虛無飄渺這樣 其實我覺得不會耶 舉例來說 我就從您學的中文開始講起 你如果知道 現在任何的一個製作人 他都幾乎是夢寐以求的 就是有一個人會給他一個很好的劇本 那我看過很多劇本 那劇本都寫得差到不行 那個是寫中文字 但是不是真正的把故事講好 把故事講好有兩個條件 一個就是它對於人生的觀察 一個是它對於語言的運用 那如果你中文有用功讀的話 你的語言的運用應該已經到了某種程度 所以您只要再加上適當的努力去做人生的觀察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需求量很大 而且會改變世界很大的東西 改變世界不是像我這樣講道理 改變世界是靠故事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切入的點 那還有耶 要不要繼續講 還有很多 其實語言 因為您已經學到一個東西 基礎 你打下這幾年的大學的生活 打下的基礎叫做 讓你對語言的運用 有高過別人的培養的過程 所以語言就是溝通嘛 溝通就是改變世界嘛 所以怎麼會沒有資源呢 您資源大很 沒錯吧 還是覺得不夠嗎 您是什麼系 那你覺得我講的有道理還是沒道理 因為我覺得就是跟人文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中文系 因為人文就是很廣的一個層面 然後我們中文系統是 就是以人文為基礎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種RUN的東西 你需要加強 然後我們以前都缺乏人文的思考 然後現在我覺得視角 上完這個課感覺好像四年又再加 好像比中文系四年還有用 因為可以跨過一個那個門檻 就是就整個就覺得 然後就是 會比較會想 因為以前都是自私的地方 然後現在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 開啟神還看到 更遠的那個地方 就像 我就覺得那種很諷刺的就是 如果一個建築可以從 阿里托塔到庫拜那麼高 那照理來講應該是視角會變好 但是為什麼我就是 好像感覺 就覺得好像視角是 他見證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 這我們這一代的四個關鍵 就是你如果視角變好 那你接下來就要想說該怎麼做 然後我覺得我們這一代 為什麼老師會想要花時間來教育我們 我們那裡的四個關鍵 因為走到這裡可能是最高點 然後要下降還是要上升的話 就糟糕 然後我現在就是 我覺得思想有變了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是 怎麼時間到什麼上 就是多一些細節 或是騎機車什麼 我會覺得有時候很難改變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 需要有一些人很 很 很直接的刺激 像剛剛那位同學 我覺得很好 因為他能提醒我 我本來就知道一個問題 最好我自己帶一瓶水 那我為什麼 那樣呢 因為我一直怕 我拿到的東西都會掉 我的東西只有放在口袋裡不會掉 所以我一定是這個口袋放手機 這個手袋放相機 然後只要不是放在口袋我都掉 所以以後我大概要綁在腰上 綁一個水口還是怎麼樣 但是一定要有人給你一個刺激 我覺得來這裡上課其實跟走出去 我們反而是另外 就兩種不同的事件 因為我一出去我就忘記了 就是像老師說的 即使可以自己帶 但是 就是我社會上 就是生活太多 畫畫面的東西 你就忘記了 你原本想要 就是你的意念 你的思想 所以我就有點難 這兩個品質同時進行 對 就 在如山 就是 不是如山之面 就是 嗯 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就多交幾個跟你講實話的人 OK 聽了這幾堂課以後 就覺得有一些以前的 理所當然的事情 發生什麼改變 一個的話就是 嗯 比如說就是 一些我們覺得不好的東西 可能我們說要禁止它 不讓它發生 但是實際上我們從 換個角度去看 讓它 既然它發生是不可避免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就是 換一個方向去引導它 就像 嗯 有一堂課裡面講到 就是 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越來越多的人 像城市裡面集中 但是 換個角度去想 那他們離開了農村以後 那怎麼樣 就是讓農村慢慢慢慢 把它還原成自然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地球 對地球來說是更好 我覺得 就是 這是跟以前的觀念 很不一樣的 還有一點 就是說 嗯 可能就是作為一個設計者 或者管理者來說 嗯 可能不能馬上就是 讓所有 影響身邊所有的人 讓他們都能像你一樣 就是 對 嗯 一些問題有不夠的領悟 或者覺醒 但是就是可以是從他們的角度 嗯 去 去 就讓他們做一些 小小的改變 這樣對地球也會很好 比如說像那個 嗯 就是 租車的系統 就其實 人們只會考慮到 如果是對他們 切身利益好的話 那我就會去採取 但實際上 作為一個小小的系統的改變 就是可以對地球做更多 很好 你已經抓到重點了 嗯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 有一節課 有一部影片 就是 就是講他的那個 理諾 掉在桌上 然後他用那個 紙巾去插 和那個用 毛巾 毛巾去插 用手 對 就是這個背後 其實我們看似 離所張的事情 其實背後有很多 就是我們不了解的事實 所以說我就覺得 就是 就是上上課 通過老師的 就這個分享啊 還有那些 我覺得我 嗯 我們很多時候是因為 對事實 不了解 對我們 認為 就是離所當然 做的事情 背後 就是 沒有去關注 所以說 就我們無意識的 其實在生活中 無意識的 就是破壞 然後我覺得以後 嗯 可能會更關注 這方面的知識 很好 妳是學什麼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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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關注的多了 好 為什麼 吐氣 我早上有看那個 我知道 然後它有一個漫畫 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剛剛 老師又放那個 整面的猴子站起來 那個漫畫 是一個四個漫畫 然後 就是它一開始是五隻猴子 然後其中一個猴子想說 我一天只能摘十根 其實十根香蕉 然後 那我 那我 一年才三千六百五十根 那如果 雇用十根 十隻猴子的話 我就多十倍 那我 如果 多四十隻猴子的話 我就多四十倍 於是它 佔了起來 那 那個 漫畫的標題是 最先佔起來的是 商人 不是人 對 我覺得這個有點 有點 我知道它是諷詩 但是我覺得它很有意思 就是它居然說最先佔起來也是商人 那 這個其實跟剛剛你講到的利塔 是完全非道而是的想法 那其實就可以發現 利塔 是一個 很難以達到的境界 就是 愛因斯坦說它是一個 而更慈悲的 更小更簡單的 那相對的話 如果我們活在一個 就是利己 利己的社會 或者就是說 你這次要壓榨一個人工 然後 然後 不行 你再挑心水的話 就是會有很多問題 對 所以 要利他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就連 就是要賺很多錢 對它也不可能做得到 那我們要讓大家都 從利己變利他的話 我必須要讓 那些利己的人去 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做到利他 因為 利他是一件困難的事 所以 你不可能期待 所有人都做到困難的事 所以你要用很簡單的系統 去讓 不足達的事情 就會看起來很簡單 那 很爛的思考 人類就會 使用簡單的方法去理他 對 很好 很好 其實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重點 就像剛剛那位同學說 他自己感受很深 是租車 那 那個 我為什麼特別拿那個影片 來介紹給大家 就是說 它其實是讓人家利己 但是 他能夠讓別人在利己的時候 利了大的他 就是 我並不覺得我利他 可是我做了這件事情 我去利他 那來自哪裡呢 來自他的非常聰明的系統設計 我覺得那個是順著 等於是你需要 那我請你做這件事情 你也覺得說我得到好處 可是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又幫助到地球 就是等於是減少碳 所以我想 未來需要很多的 這個 有心的設計家 像那個 這個 網路的 電玩的那個 那個設計家一樣 他去設計一些 大家想玩的遊戲 可是那個遊戲 事實上是幫助很多 組織去想出來說 我怎麼樣子可以克服這些問題 我覺得那些都是 都是 確實你講的沒有錯 要叫一個人說 你就去去利他吧 他覺得說 那算了吧 你去就好 那可是你說 你喜不喜歡這個 他說我喜歡 他說你試試看吧 那當他在試的時候 因為這個系統的設計 他已經開始利他 我覺得那個才是真正的一條路 那他也 才是跟學設計的人 會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 系統設計是你做出來的 所以你真的會改變設計 因為你開始觀察 然後你改變那個系統 那我剛剛在談到劇本 其實劇本是一個最重要的 這個 心靈的設計 他必須要跟著你來啊 他聽著你的故事跟著你來 那個是厲害得不得了 所以你們說中文沒有資源 很怪 你學什麼 就是我覺得就是 剛剛在講課 然後看到很多影片 都是做一些很酷的設計 就是很高科技的設計 然後可是我覺得就是 這些設計會不會反而是 浪費了更多的資源 然後去創造這些東西 然後而且他們可能也要大量製作 我就會浪費更多其他資源 這樣會不會反而粉末倒置 就是不會造成他原本想要 像有一個那個 溺水器那個 那個就是那時候看了 就哇超酷的 然後他也是為了說 想要讓送到其他國家比較方便 這樣子 可是他其實一次可以用量的就很少 那這樣的話 他是就是要大量製造 才可以 就是產生很多效果 然後這樣是反而 會比那個就是運輸過去還麻煩 這樣子 聽懂 如果是談這個設計的話 我大概以我的經驗他是不會 為什麼 為什麼到底 很簡單 就是 如果是你 你大概不會買那個 因為你很少會去 需要去水溝裡 倒水起來喝 所以他不是賣給你的 那真正需要的人 如果是 因為我自己曾經在電視台服務過 我們去拍過送濾水器到災區去外國 比如說那個時候那個地震三崩 那就沒有水了 那怎麼辦呢 就用飛機把那個濾水器災去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排隊 因為真的很需要水 問題是那個過濾的水大家來排隊 那那一台機器那麼大 跟一個小小的東西 他可以用一輩子 因為他的這一輩子 用到什麼時候 他開始經濟轉好到變成 或是他的環境經濟轉好 轉到他不需要去撈 因為 你有沒有看過小朋友 直接在水溝裡這樣子喝水 你一定沒看過 我建議你上網去看聯合國的網站 有多少顏色跟我們不太相同的小孩 是直接頭就伸到 你根本就看到那個水面 你就不敢頭伸下去的那個水面 他在喝水 他為什麼要這樣喝呢 因為他根本不喝 他就渴死了 所以那樣子的地方 需要這樣子的設計 他不是賣給我們耍褲的 他是賣來讓 比如說有人說我要捐給他們有水喝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以為要讓人家有水喝 就是要去著急 或者是要去送大型的水的過濾器 或者是蓋大型的自來水廠 真正重要的 很簡單 你就讓他在身邊有的水 他就拿起來可以喝 但是不會生病 其實他是在教我們一個概念 那個概念就是說 再複雜的問題都有很簡單的系統 這就是我講的 很簡單的系統 你只要想出來 你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該學的 就是要學這個概念 就是不是說大問題 我沒力 我沒力 不是這樣 很可能那個巧門 我們一弄對了 就被我們破開了 是這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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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說他找到一種菌 然後可以固定他這個沙的那些 那個沙子 然後會吹過來 然後導致這個環境 他的家庭怎麼破壞 他就可以用這個菌 可以直接固定他的沙 然後直接做他的建築物 然後可以直接住在裡面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就是 我從到底這邊印象最深刻 因為他就直接是 藉由當地的一些自然的環境 然後直接 就是直接站對他們的問題 然後直接解決不好 就是我目前覺得有最好的 最好的東西 很好 這好像是上 不是這一學期的 是這一學期嗎 是 是嗎 好 那你的作業會寫要嗎 OK 好 那個 現在幾點了 現在快要四點 我們要把五六七八趕快講完 然後就下課 還是要休息十分鐘再回來 投票 休息十分鐘 好 那就休息十分鐘 我們再回來 第五 第五堂我們 我們介紹的是 詩跟川 未來 14、16、16的演化 那我們用了兩張圖 一個是 一個是過去的川 一個是未來的吃 來代表 時間的發展 吃跟川 其實都會有變化 因為 我們既然現在已經不是這樣川 那麼 我們未來顯然也不是這樣吃 那 這兩張圖片的目的是要告訴大家 隨著時間過去 人類會有很多的變化 那我們曾經給各位看這一張圖片 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預測未來的時候 很難 為什麼 為什麼很難呢 因為我們從這個影片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一個 1930年代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的人 拍了這支影片 是一個新聞片 他們在預測兩千年 也就是預測大概七十年後 會是什麼樣子 兩千年我們已經過去十年了 我們發現他們的預測 幾乎沒有影響中 所以 我才會一直不斷的跟同學說 第一個 你要去預測的時候 千萬不要預測長相 因為永遠不會準 到時候人家會說你很好笑 為什麼會被你這樣 那 但是呢 他會有一些趨勢 比如說這裡面 他講到的趨勢是新材料 確實我們現在穿的 跟1930年穿的 材料有很大的變化 甚至有很多新材料的變化 是超過那個時候 他們可以想像的 所以我們從這支影片 一方面把它當成是一個好玩的東西 一方面呢 就是來看看 預測是多 一層的今晚 寫著 一層的worker 今晚 一層的鬼衣服 有所謐派宇 一層的貝斯 一層的貝斯 一層额 一層的貝斯 一層的貝斯 成功 一層貝斯 看看 另一個貝斯 一層的貝斯 一層貝斯 一層貝斯 那來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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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在煮一個麵的時候,先煮麵再煮青菜 其實他在一鍋裡面做一個隔板,像我們吃冤王鍋一樣 他同時就做了兩件事 所以同樣一個爐子開始煮,他就把兩件事情同時做完 那這樣子的一種廚具,很簡單的概念,他就慢慢的會發展出來 像這個發展出來,就是上面的這個可以很容易拿起來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容器 那麼這些都是一些叫做Eco-Cook的概念,在發展之中 那麼另外關於吃的東西呢,是這位原來是BBC的製作人 他特別講到因為植物跟人類的關係是這麼的密切 我們人類基本上要靠植物才能活著 所以拯救植物就是拯救人類 那他很怕植物會滅種 為什麼?他舉的意思就是說 在蘋果現在全世界吃的很可能只有少數幾種蘋果 因為這幾個蘋果比較好賣錢,比較容易養 但是很多的蘋果其實是非常多樣都被放棄了,不種 所以植物就會滅種 那他說拯救植物滅種是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這個趨勢的概念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拯救植物滅種? 因為植物的滅種對人類沒有好處 所以他們就去拯救種子 讓這些種子能夠把它收起來 那未來慢慢的再讓這些種子回到它該回去的地方 那讓這些能夠像我剛剛說的 跟這些種子所種出來的植物 可以共生的動物、生物 可以變成是一個好的永續性的生態環境 那麼這個都是在吃的部分一些發展的概念 那穿的部分是未來30年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概念呢? 這個是衣服原料的革新 那麼這種衣服原料的革新呢 是它去把大家已經不要用的材料去回收起來 變成是一個新的做衣服的原料 那麼Liberty.org 這樣子的一個 你看看它裡面推出的產品 他們整個的概念就是一個叫做eco fashion 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那麼是一個很年輕的人開始在推動 那麼這種東西我相信 隨著它的慢慢的擴展跟成功 未來一定會有越來越多人開始展開這樣子的一種推動 那麼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說過 我們人做的工廠 為了要拿到一個原料 它是花很大的精神來做 那我們跟生物學習還沒有學習到完全透徹的時候 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這些回收的東西再拿過來做 重新做過一次 不是最好的 有機會 我們eland 是